日本战国时期,各地军阀为了争夺霸权,导致日本四分五裂,各地的领主更是拥兵自重,从而培养为荣誉而战的日本武士。 这些武士效忠他们的领主,至此不渝,而在这一时期,日本战国史上发生了一场最大的战役——官员合战。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英雄列传的第二集《德川家康》。 庆长三年1598年,泰格风尘秀吉病逝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离格六岁的孩子身上,他就是风尘秀吉的幼子风尘秀赖,秀赖继任天下人之位,由于年纪尚幼,政务由五大老代为处置,但是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和五凤庆之一的十田三成一向不合。 而这两个人将决定日本的未来,虽然二人在风尘秀吉病逝之前,都表示一定会通力合作,直至风尘秀赖成年后继任大位,但德川家康无疑辅佐秀赖,此时的他已经开始积蓄力量,为内战做准备。 德川家康早在二十年前效忠于知田信长,有一天,知田信长听说他的长子信康密谋造反,知田信长告诉德川家康,要不儿子死,要不全家死。 最后他的儿子信康选择剖腹效忠,大儿子死后,德川家康把希望寄托于二儿子秀中身上,为了保护秀中,一切事宜都不会让他参加,但秀中急于想掌握大权,请求父亲让他参战。 德川家康却拒绝了他,几个月过去,德川家康终于开始施行他的计划,他先将太阁之子秀赖送出福建城,这样一来,十田三城就会有所反应,果不其然,十田三城派出杀手开始刺杀德川家康,但心思缜密的他早做好了准备,鸟军园中是德川家康的家臣,这天晚上,他带领众人将刺客全部消灭,德川家康奉劝他的儿子, 不要对十田三城私自下手,一切按计划行动,但鲁莽的秀中根本没有听从父亲的话,依然带着家腾清正确的十田三城朋友府上。 十田三城得知消息后,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夫人模样,从后门逃了出来,之后,十田三城并没有逃回自己家中, 而是直接去了对手德川家康的府邸,德川家康也并没有直接动手,而是让他选择回到左河山城,从此隐居,十田三城为了自保,只能答应德川家康的条件。 为了独揽大权,德川家康又逼退了另外两名府政大臣,并立刻搬进了福建城,行使太阁之权,而在东方的上山谨盛, 此时正集结军队,抗议德川家康的所作所为。 德川家康为了梳理威信,必须以太阁之子民意平安,但需要封臣秀赖的批准。 如果让他批准,还需要征求封臣秀赖的监护人小早川秀秋的同意,于是德川家康单独将秀秋约出来打猎。 早年,因德川家康救过秀秋的命,在他的劝说下,秀秋同意以太阁之子民意平安,德川家康得到秀秋首肯后,就立即率军离开了福建城。 他计划同秀秋会师后,扫平所谓的叛军,但令他失望的是,秀秋临阵倒戈和石田三城一起攻打福建城。 德川家康只留下家臣鸟居园中和几百人防卫主城,对手的兵力是他们的几十倍,很快福建城被攻陷,鸟居园中也被秀秋的士兵围了起来。 鸟居园中本可以逃走或者投降,但他并没有这样做,而是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, 在最后一刻,鸟居园中拔刀自吻,攻下福建城只是石田三城的第一步, 接下来就是率领西军同德川家康的东军决议次战。 而秀秋在石田三城催促之下,携一万五千军参加了西军,德川家康低估了石田三城,早知就将他除掉。 德川家康为了速战速决,他命令儿子秀秋率领四万人走北路,而自己率领三万人走南路, 秀秋也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了。 德川家康从江湖出兵,效忠于丰臣家的许多西部领主纷纷加入到石田三城军队中, 以此来撼动德川家的根基。 两军在美农官员地区分别布阵, 德川家康迟迟没有看到儿子的军旗, 但部下告诉他在七天前就已向秀秋派出了信使, 然而让德川家康不知道的是, 此时他正在攻打石田联军的一个城池, 德川家康急需儿子的部队前往官员会师, 因为他手上有一半的兵力, 石田联军高达数十万人, 准备绕到德川家康的背后偷袭他, 其中秀秋的一万五千人布置在松北山上, 坚守那里的十字要道, 其实秀秋并不喜欢石田三城这个人, 因为在早年前, 石田三城就诬陷过他, 还差点丢了性命, 虽然秀秋答应看到信号后, 就会立即攻打德川军, 但他此时的心里还是犹豫不决, 1600年10月21日, 双方在官员对质, 原本德川家康的部将建议他撤军, 等和儿子秀秋的部队会合后再做打算, 但德川家康并没有因此撤军, 对于他来说, 秀秋已经死了, 现在只能依赖秀秋这一个人了, 德川家康这一次豪赌, 关乎他的身家性命, 如果秀秋阵前倒戈于他, 这场战争他有机会翻盘, 如果赌输, 后果可想而知, 此时的十田三城相信秀秋会按照约定攻打德川军, 由于大儿子秀中缺席, 德川家康不得不让三儿子忠义上阵来维护家族荣誉, 至此官员合战拉开序幕, 双方士兵瞬间陷入战斗, 刚开始的战局对德川军非常有利, 渐渐地十田军利用火枪击杀冲过来的德川军, 此时在松北山上的秀秋却按兵不动, 十田军逐渐占据上风, 双方都在凝视着山上的秀秋, 十田三城看自己的部队占据上风, 于是命令秀秋即可加入战斗, 看到信号的秀秋还是没有行动, 德川家康知道他动摇了, 他犹豫不决, 为了让秀秋尽快做出选择, 于是冒险命令炮兵向他炮击, 受到炮击的秀秋立即派出所有军队向山下冲去, 然而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, 他带领的部队直逼十田军而去, 德川家康下令炮击秀秋的决定, 成为了日本的传奇, 但秀秋能做出这个决定, 他想到了如果十田三城胜利了, 自己可能对秀赖的地位不利, 那么他以后的下场就跟风尘秀吉的儿子秀子一样, 由于秀秋临阵倒戈, 这场战争在一天内变奋出了胜负, 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了日本的未来, 大战结束后第二天, 他的儿子秀中抵达官员一带, 而出门迎接他的却是弟弟忠义, 秀中也知道自己大祸临头, 由于自己的军队未能按照父亲的约定会失, 差点导致父亲命丧官员, 德川家康一怒之下, 叠咬他剖腹自杀, 但在部下的劝说下, 秀中得以活命, 再说德川家康已经失去了大儿子, 他不想再让二儿子再重蹈覆辙, 官员之战结束后, 秀秋无法承受倒戈支持, 导致自己精神崩溃, 最后死去, 他的死有很多说法, 有的人认为是他被部下暗杀所致, 而封陈修来在21岁时, 率军反抗德川家康, 以战败自杀而告终, 至此, 德川家康成为了日本最高的统治者, 官员之战三年后, 1603年, 德川家康在江湖开舍幕府, 江湖幕府共经15代争议大将军, 历时265年, 好了,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, 谢谢大家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